各位同学,大家好,我是Rex 今天我们继续讲解Android蓝牙开发的第四课 在这一课中,我将给大家介绍 怎么通过蓝牙进行数据交换 这是今天的一个课程大纲,大家请看 首先,我会给大家复习一下 在TCP IP中怎么使用Socket进行连接 即它的一个连接流程 然后再讲解在蓝牙通讯中 怎么创建一个服务器端,以及它的一个客服端 最后讲解怎么去读取数据 然后有一个简单的一个demo交给大家 然后让大家去学习这个一个流程 好,先看一下通用Socket连接 它是怎么一个流程呢 相信大家在学网络连接的时候 应该有学过这个流程 我们这里只是简单的一个复习一下 好,我们看一下这个图 先看客户端 客户端的流程相对比较简单 它的步骤只有五步 首先,我们获取一个Socket 得到Socket之后 然后我们去连向服务器 这里我们需要把服务器的IP 闯入这个函数去connect过去 在TCP IP的连接中 这里connect需要的参数是一个IP地址 后面我们会讲在蓝牙中 这里有所不一样 在连接完了之后 我们就开始可以读取数据和发送数据 发送完成之后就可以关闭连接 这就是客户端的一个Socket连接过程 那么服务器是相对复杂一点 同样在通讯之前 我们也需要一个Socket 得到这个Socket之后 我们需要绑定一个端口 这个端口就是服务器的一个端口 比如说80端口21号端口等等 在绑定端口之后 我们需要做一个监听操作 在TCP IP的Socket中 这个监听这儿就是阻塞了 它会处于一个等待状态 当有客户端的Socket连接过来的时候 它会继续往下面走 会调用accept这个函数 这个accept函数它会创建一个新的Socket 来处理客户端的一个连接 也就是说原来的Socket继续监听 我们有一个新的Socket 来和客户端的Socket进行通信 这里体现了一个服务器的并发能力 我们知道一个服务器 它可以支持一个多个客户端进行连接 就是通过这里的accept的新Socket来实现的 也就是说每一个客户端连接过来 我这里都会创建一个新的Socket 和它进行通信 这里就是一个并发 同样的在每一个Socket中 我们同样可以进行发送读取数据 最后在完成与客户端的连接之后 我们可以关闭它 当然一般情况下 断开连接都是由客户端来主动去发起的 这就是通用的 就是在TCP IP时 做网络连接的时候的一个Socket流程 那么我们看一下蓝牙呢 蓝牙其实呢 客户端的连接流程是完全相同的 注意我说的是流程相同 这里的参数它是有所区别的 我们会在代码中再给大家细细讲解 注意这个服务器端 服务器端它是有区别的 区别在哪里呢 它没有绑定和监听这两个流程 它从创建Socket 那么就直接到Accept 它的阻塞是发生在Accept这里 后面的流程也是和通用的Socket一致 那我们接下来看 在蓝牙连接中 怎么创建一个服务器端 首先通过这个很长这个函数 我就不读了 创建一个Bluetooth Server Socket 注意它是一个Server Socket 创建好之后 然后我们就可以去Accept它 Accept刚刚说到了 Accept的时候会等待客户端连接 当客户端来了连接之后 然后我们新建一个Socket 就和它进行通信 如果是说服务器需要关闭连接 或者说强制把客户端踢下去 那么这个时候需要关闭连接 这就是服务器端Socket创建的一个连接过程 那同样我们看一下客户端 客户端也类似 也是通过这个很长的函数来创建一个Socket 好我们注意这个函数和服务器的函数是不同的 大家要注意细细区分 获取的对象也是不一样的 服务器端获取的是一个Server Socket 而客户端获取的是一个Bluetooth Socket 这点是不一样的 然后去连接服务端 连接好服务端之后 然后处理数据 就是进行数据交换 我发起服务器 发起数据到服务器 服务器返回我数据 进行数据交换 我当我的数据传输完成之后 我就可以关闭我的连接 释放资源 这就是南亚Socket的连接的一个过程 好 接下来我们再通过一个事列来给大家讲解 这一个过程的实际的实现方式 我们看代码 在我们看代码之前 我先给大家看一下 我们这个程序的运行效果 我这个程序是继续在上一届课上 进行开发的 所以说呢 这前面部分是我们上一届课已经实现的功能 那这里呢 第四个功能是等待连接 等待连接是当这个程序 作为服务器端来使用的 我这个程序既可以作为服务器端 也可以作为客户端 那当你调用等待连接的时候 我这个时候会进入一个监听状态 就是accept状态 这个时候它会等待客户端的连接 给大家看一个效果 这是当我点击了等待连接之后 然后它是会在通知栏会有一个进度条 表示我现在正在监听 当我不需要监听的时候 我点这里停止监听 我这个服务器端就断开了 这是服务器端的一个功能 那客户端呢 客户端的时候我们需要先点击 以绑定设备 获取我当前手机已经绑定的列表 之前也提到了 南亚要通信 必须要在两台已经绑定的设备之间进行 所以我这里先列出了 以绑定的设备 好 这是我的以绑定设备 比如我现在要连接服务器 那我这台阿尔卡特OneTouch 已经处于监听状态的时候 那我可以点击它进行连接 连接好之后 它会提示你是否连接成功 那我可以尝试在菜单里面 调用我的Hello数据过去 这时如果是说你还有一台手机 你会看到 它会在手机上浮现一个Hello的一个数据 这就代表我们的数据连接成功 好 当我客户端不需要连接的时候 我这里可以使用这个断开的命令 然后断开和服务器这些连接 这就是我们这个程序的一个功能 好 现在让我们来开始看代码 首先我们看服务器端的一个流程 是什么样子的 在服务器端的等待连接 我们还是从我们的菜单命令入手 好 大家可以看一下 我这里有一个listening 就代表我的acceptance 这就是我的监听命令 它做了什么事情呢 它启动了一个县程 好 看样子我们重点的工作 就在这个县程中 我们看一下这个县程做什么事情呢 这个县程首先生命了两个长量 第一个是name 这代表我这个连接的一个名字 第二呢 是一个UUID 这里大家要重点强调的是 这个UUID是它蓝牙通信的这么一个基础长量 它必须如果你要连接成功 必须是这个UUID 大家一定要记住啊 不能是随便创建的一个randomUUID 不行 必须是用这个 必须是这个B34FB结尾的UUID 下面我继续声明了 这个server socket和蓝牙的adapter 同样的有一个handle 这个handle主要是说 给UI通信用的 我需要把我的事件发到UI 因为我是和UI是不同的县程之间 所以说我必须要通过这个handle来进行通信 这里有一个connected thread 这个做什么用的呢 之前提到了 在服务器端 当一个客户连接过来的时候 我需要创建一个新的socket 来和他进行通信 那么这个新的socket流程 我不能在当前线程 因为当前线程 我就阻塞了我现在的线程 所以我必须新起一个线程 来进行通信 这个线程就是说 新的有传输数据用的一个线程 好我们看一下这个构造函数 构造函数呢 传有两个值 就是第一个值是adapter 这也是就是我们南亚的基础设备 第二个值是刚提到了 是handle呢 是从UI传过来的 是和UI通信的一个handle呢 那关键我们看一下这个代码 这串代码就是告诉我们 怎么创建一个服务器端的socket 我们是要用这个adapter的 这个nissan using这个方法 来进行创建的 首先这个name是个长量 这个长量 这个是可以随便写 这是没有关系的 但是这个UID前面说到了 这个很重要 必须是这个UID 创建完之后 它会有一个socket 然后我们启动线程的时候 就开始run了这个线程 这个线程呢 我们这里是用个while true 我们都知道服务器端一般是不退出的 所以我们就用了死循环 除非是这里是有一些异常情况 或者是说我手动关闭它 这个时候才会需要退出 它的退出入口 在这个地方和这个地方 当accept失败的时候 它会退出 或者是说 当获取一个socket 这个socket对象出问题的时候 它也会退出 好 我们看一下这个while true 首先我在连接之前 我发了一条消息 我现在要进入监听状态 好 接下来 然后我就accept 这是一个阻塞的 当有新的客户端连接过来的时候 我会获取一个新的socket 那这个socket呢 它会到这里面去管理 这里呢 我为了简单起见 我的一个服务器 只支持一个客户端的连接 当然这是在现实的项目中 是不可能的 因为一台服务器 至少要维护多个客户端 因为要维护多个端 我需要一个连接池 这里会把代码复杂化 所以这里我只允许一个客户端 连接过来 当我这个connected thread 如果不为空的时候 那么我会把之前的这个客户端给踢掉 同样的 在连接之前 我也发了一条消息 告诉UI 我有一个客户端连接过来了 UI上会有个提示 接下来我就创建了 读取数据的这么一个线程 然后这个线程同样的 我会把这个socket传进去 第二个参数是handle了 仍然作为和UI通讯的一个连接 我把它传进去 好我们接着看 这个connected thread做了什么事情 它流程也很简单 它主要重点是在于 这两个input stream和output stream 这里 好我们看一下这个run run的时候呢 我们这里是读取 要从网络里面读取数据 好我这里做的一个 很简单的一个事情 就是当读取数据之后 然后我会把这个数据 转换成什么呢 转换成一个支付串 这其实就是我们约定的 一个网络通信的一个协议 是传支付串 所以当我收到这个支付串 buffer之后 我会把我buffer的数据 作为把它强转成一个支付串 然后发给UI UI会显示到屏幕上 告诉用户我从客户端 从客户端发来的这些消息 我服务器收到了 当出错的时候 我同样的会发个消息 那我们发送数据呢 也很简单 我们用stream的write函数 这就是我们的一个处理流程 当然这个地方呢 它的扩展性不强 为什么呢 因为我的处理逻辑 我已经写在这里了 如果是说在实际项目中 我可能会有一个 Listener 或者一个Handler 当我收到数据的时候 有这个nith 把这个数据 把这个buffer 传给外面 有这个Listener去处理 我这里并不关心 它的写一具体的对象 我这里只传输 只做网络的一个传输 所以说大家在写代码的时候 这些扩展性要考虑好 我这个只是一个简单的demo 所以说我这里 没有做一个 没有把它封装出来 这样子 大家看起来会简单一点 在后面的就是说聊天的一个实际项目中 我会给大家介绍 怎么把这个网络发送和协议解析之间的偶合性拆开 好 这就是我们的服务端的接收数据 发送数据的一个流程 是非常简单 好 接下来我们看客户端 那客户端的流程在哪里呢 我们知道 在连接之前 我们需要从绑定设备去连接 所以说我们的客户端的入口 是在这个绑定这 当我点击一个绑定的设备的时候 这个安可利可会调用 同样的 我在这里也启动了一个连接流程 这个是客户端的一个连接 我们看一下 它传的参数稍微比服务器复杂一点 有一个device 就是我要连接的目标 或连接对象 然后这个adapter 是一个蓝眼连接的adapter 同样的还有UI的handler 就是和把网络数据 发到UI的一个连接 好 这是客户端的连接线程 我们还是重点关注一下 这个函数 这个函数呢 我们知道 我们看它是从device中 就是从远程设备中 来创建的一个 连接 连接我们只传了一个UUID 就代表 这个UUID 就是之前说的 固定的UUID 这个device 是我们连接的 服务器的device 它的目标 好 我们创建了一个socket之后 然后我们看一下 这个 它的一个线程的一个主体 但我们在连接之前 我们首先是需要 先把这个发现设备 给关闭掉 因为如果是说 我又在传输数据 还在继续发现设备 那么它会 之间会有一个数据冲突 为了它会降低 蓝牙传输的效率 所以说我们需要 把这个地方关掉 那接下来事情就很简单 我们调一下 connected 就连上服务器了 同样的 如果是出错 我这里会发个代码 告诉UI 我这里出错了 那连上之后 这里也是一个 阻止函数 如果连上之后 那我们去做数据处理 那和服务器端一样 因为不管是服务器端 还是客户端 它发送数据的方式 是一样的 所以说我这里 就是给大家 用了同一个thread 来做达到 复用的一个目的 这就是一个客户端的连接 看起来是非常简单 对吧 那么这个代码 希望大家就是说 下去运行一下 并把这里面的原理搞懂 接下来交给大家任务是 在课下用两台手机 分别运行我这个程序 一个启动服务器端 另外一个启动客户端 然后进行通信 今天的新内容就到这里 今天给大家讲解了 怎么在蓝牙sofit里面 去交换数据 那下节课 我将给大家介绍一个 蓝牙的一个标准 就是公用的标准 那么今天的课就讲到这里 fairly looking at